华联县政府去年11月针对了国土计划在各乡镇市办理说明会 预计4月30号要把计划内容送到内政部来合备 由于部落族人并不是很了解的情形之下 向县议员赖国祥来传情反应 为了让整个计划可以让族人了解 5号华联县议会也召开了国土计划专案会议 召集人赖国祥也邀请到县府各局处首长13乡镇市 还有部落事务组长共同来讨论 希望县政府能够成立国土计划科 解决主人的疑虑 华联县议会国土计划中央会议 5号则是在华联县议会召开 县议迪布斯依赖李正文 简志龙 黄信则是提出多项禁言 你怎么样取得说我要怎么样来画 万一我画出来以后大家是不高兴怎么办 我觉得这是在实际面的操作的问题 我们需要去克服的啦 不过我想说这个就是慢慢说服嘛 因为这还没有定案的问题 就是你要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部落说明的工作 那我们是这边是在关心一下 说实在这个会议绝对不是只有一次或两次 建议县府跟公所 那一定要责任到我们部落里边多办个机场 因为我刚听到4月30号就要去公告实施 那你接下来还没有一些可以做提供的一些意见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的 绝对没有听懂的请举手我看 没有 所以你们今天讲的都是讲给我们4个议员听而已 不是讲给他们听 他们其实最重要的 他只要担心的是没有合法要变合法 没有价值的希望能够 他的价值能够上来 花园县整个东海岸跟重谷的部分啊 几乎都被划编为山坡保育区啊 我说保育区啊 所以台东的部分对于东海岸的部分 已经解编掉3000多公顷 他们全线解编掉6000多公顷 既然听起来实际上是公署的承办员也不了解其中的内涵 五六十个头目都来听 说真的听不懂 因为太深奥了 如果说是以基层的像我们县政府来说明的话 可能搞不好会 那你现在有没有听得懂今天 有没有听得懂一点 有一点概念 还是希望说之后就是前府这边长官们 就是能够多多来部落里面再一次的 跟部落族人说明一下 如果是在农市的部分啊 实际上还有加山机场 靠近加山机场那块农市的部分 可是它的人口是三居 比较不符合那个方案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未来因应人口纵征的部分 我们可以闲话 因为华县府没有设置专属的国土计划 因为要进行组织改造 必须从长建议 国土规抗科 那将来如果说比如说它放在建设部门 那可能我这些人就整个就要带过去 组织势必要做一个改变 我可能我这个课就没有了 但是如果要摆在我地上这边 你可能有些人你要过来我这边 我这份人我就要充实嘛 是涉及到整个组织的一个改变 国土计划专案召集了 莱国强则是要求华县政府要设置国土计划科 来解决大家的疑虑 宜兰县政府呢 他们有就针对这个国土计划 设置了一个国土计划的科 所以呢 我们华县县政府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在做这样的动作 甚至我很想了解整个华县县政府 有没有设立这个所谓国土计划的专案小组 这是我今天最大对县政府的引游 因为未来要划设这个国土计划的 县市国土计划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到很多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承办人员 承办人是谁 我们到现在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在这次的决议 我是希望我们赶快组一个专案小组 所谓的专案小组就类似这个国土计划科的 承办人一样的意思 国土计划中后会议则是由文化局长 吴敬毅进行说明 在场的相当是公署和博主席有了一点的概念 不过欢迎县县会则是要求欢县政府能够再次进行宣导 让大家了解不至于影响到自身的权益 记得请你欢迎视频道